1953年 抗美援朝起初后 毛主席想到十几万志愿军战士 牺牲于朝鲜 无法运回祖国安葬 内心悲痛不疑 于是和周总理商议 我国必须要尽快拥有原子弹 制造原子弹的事情 我们要尽快推进 我们手里如果早有核武器 就不会有那么多烈士 安葬在异国他乡 美国也不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苏联也不会因为害怕美国翻脸 而不支持我们 跟荣真讲 再难再穷再苦 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很快这一计划就被提上日程 许多科研人员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 排除万难 回到祖国搞科研 志愿军战士刚从朝鲜前线回来 家都没回 就直接奔赴荒凉的大西北 为原子弹事业默默奉献 然而就在核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苏联却突然撤走了前来援助的专家 顺便还将设备和设计方案也一并拿走 周总理担心同志们灰心 于是找到邓弓 希望他能到基地鼓舞士气 你到了以后 跟同志们讲 毛主席说 他们的后盾 是中华人民的困惑 有任何困难都没有大 了的 其实苏联专家的撤出 对于同志们来说 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虽然当时留给中国的是 建设一半和未完全建成的核工厂 但科学家们始终坚信 我们可以自力更生 并立下军令状 要自己动手 从头摸起 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就这样 大家在环境极度恶劣的戈壁滩上 日日夜夜地攻克科武器难题 是爱国主义和责任感 支撑着他们不断前行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 起爆 要出去 核爆炸成功了 好 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告诉大家 好的 我还要告诉他们 欢呼可以 不要把我们的地板震塌了 这颗原子弹 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青春 承载了多少人的期盼 一时间 全国人民都沉浸在 欢呼喜悦之中 中国这个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 终于向全世界再次证明了 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这声东方巨响 最终震撼了世界 让我们一起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先例们致敬 一起向伟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1971年 不过决定重返联合国大会开始前 周总理特意召集外交部的同志们 做了最后的指导工作 周总理叮嘱大家 一定要热情真诚的对待 向我们示好的国家 对于那些不想给我们投票 也不用刻意去讨好 我知道 你们身上的压力 比我们还要重啊 不要紧张 该做的努力 我们都做了 去了以后 一定要吃好 休息好 最后他还强调了一点 那就是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 我们的代表团 要穿中山装 不要穿西装 你们可是代表中国 此时谁也没有想到 再不久的将来 一张经典的照片 乔的笑即将诞生 1976年10月25日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 值得铭记的一天 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 中国最终通过提案 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被全世界承认 而这一天 我们足足等了22年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 十分激动 台湾问题怎么讲 立刻将台湾当局代表 其所属一切机构 驱逐出联合国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原来台湾的代表 为了找回一些颜面 在大会结束之前 就主动宣布 从联合国撤出 很遗憾 中华民国 退出联合国 远在对岸的老蒋 得知此事后 直接气得咳嗽不止 当场吐血 此刻的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机关算尽 到头来也只是 如蓝打水 一场空 后来陈毅元帅 也从妻子口中 得知了此事 他在病床上 极度哽咽 与此同时 朱老总也得知了 这个好消息 他心急若狂 激动落泪 中国在重返 联合国的过程中 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心酸 好在我们最终 还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盎首开启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 向所有为之努力的 前辈们致敬 一起向伟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1973年9月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杭州 返程之前为了感谢辛苦的随行人员 总理决定请大家去楼外楼吃顿饭 刚到饭店门口 江师傅就热情地出门迎接 江师傅啊 我们好多年没见了 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你烧的菜了 有鱼吗 有啊 加油吗 有啊 再加两个菜就够了 我们几个人做多了 吃不完 浪费 来 总理 里边请 很快江师傅就将招牌菜端了上来 楼外楼不愧是 吃名中卖的老字号 连一项吃饭快的周总理 也胃口大开 细细品尝起来 不一会儿功夫 大家就把桌上的饭才一扫而光 后来警卫员去结账 服务员去表示 领导交代过他不能收钱 因为总理来杭州市公务 这顿饭 理应由省理保销 服务员的这番话 刚好被一旁的周总理听到 他当场就不乐意了 要知道他从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就连上次在天津的招待所 吃了个煎饼果子 也坚持把钱送过去 服务员只好象征地收了十块钱 周总理清楚 他没有按照实际价格收费 毕竟这顿饭点的都是招牌菜 不行 十块钱怎么够啊 要按市场价付足 好吧总理 再加五块 谁知周总理还是没有同意 他明确告知服务员 不要搞内部价 要按照普通顾客一样收费 服务员纠结了半天 为了不耽误总理的行程 只好点头答应 又加了五块钱 周总理这才放心离开 最后算下来 这顿饭一共花了二十一块两毛九分钱 在返程的途中 周总理突然感觉到 饭钱有可能还不够 我们吃的那顿饭 可能二十块钱不够吧 我看差不多了吧总理 差不多怎么行啊 我们会到机场里 再留下十块钱 省理警卫处的同志 转交给了外落啊 好吧 总理总是这么认真 江师傅收到钱后 既惊讶又感动 他没想到周总理会如此重视这件事 为了算清楚这笔账 他当即开会重新核算一遍 没想到 总理那碗昨天的菜 加起来也不过十九块九毛钱 周总理没少给 相反还多付了 虽然总理对此并不知情 但江师傅还是决定写信告知 他们不仅将多出的钱 如数返还 还在信中放了一张清单 周总理工作日语收到这封信 他看后喜笑颜开 这就对了嘛 按制度办事 谁都不能搞特殊嘛 周总理一生都秉持着公司分明的原则 他连接自律 以政治国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让我们一起向他致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